好了 我終於打包好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 Uber已經在路上要來接我了 我們第一陣要先飛去的Las Vegas 跟我的朋友Maggie會合 我們就出發去機場吧 嗨大家 我們現在到機場了 我覺得我現在還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剛剛搭那個Uber 整個好像有點大雲車 差點凸在上面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JP的第二航廈 第二航廈就是一個非常舊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這輛飛機會排在這邊 今天就是我露營之行的第一天 跟我的波士頓的朋友Maggie 今天要在Las Vegas先會合 所以我現在就是從紐約要飛去Las Vegas 跟他會合 然後我們要在那邊住一晚 隔天在開車出發去 在尤達州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麼會 sign up 這個行程 但是我既然都已經要來了 我就覺得那就是佛啊 我有一個理論就是 我大概知道我很討厭露營 可是如果你不去嘗試 你不去真的做過一遍 你就沒有辦法跟人家說 我為什麼討厭露營 那我如果這次去了 如果很喜歡 或者是轉道啊 多了一件喜歡的事 那如果我真的很討厭的話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說 嗯 我很討厭露營 我有12345這些理由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好是一件 那今天就是這個行程的第一天 然後我現在就在吃這種很貴的機場食物 因為現在是晚上六七點 胃沒有很餓 但是又覺得好像要吃一些東西 可是機場東西也很貴 我想說隨便先買一個這種點心 如果等一下到這個才是很餓的話再說 不好意思喔 我一定要拿那麼輕 不然我覺得大家應該聽不到我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行程很誇張 就是我記得2014年 我跟大表姐來紐約玩的時候 那一次中間很冷很冷 然後我回去澳洲的飛機 也是在這個第二廂下搭 那時候就講這樣子咧 所以我講一模一樣 現在完全沒有變 已經多久了 七年了 嗨 謝謝 謝謝 我們到了一下飛機就可以挖掉的Las Vegas 我們到了一下飛機就可以挖掉的Las Vegas 我們到飯店房間了 今天的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我的旅館已經掛掉了 我們這個Outdoor Camping行程 明天早上再繼續 晚安 大家早安 現在是西安的早上八點 這邊就是個行程狂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計劃已經不太好 滿滿的印出來了 今天就給大家看 七點就要起床 我們八點出門 他現在去拿車 我們去買咖啡 等一下上路然後去Warm 再買一些零食跟一些必需品 然後就開去國家公園了 所以我們真的就是過近Vegas 我們現在到我們租的車上面了 現在要去拿我的那個租的那個帳篷 我們的那個行程控制狂 真的是非常控制我們的行程 現在一切都非常準時 現在才八點十八分 我給大家看 我昨天一到他就說 欸你看一下這個明天的行程 我當時就傻眼了 因為大家知道我就是完全相反的人 我出門是完全不做行程 我可能當天早上才想我今天大概要做什麼 然後一天大概一兩件事就夠了 然後他一天排了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 八件是什麼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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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個性呢是 他一定會把這些行程走完的 所以我們就看過三天 有沒有發飆 那他是摩羯座的人 就是土象星座是不是都很愛做這種事情 就是老闆也會做這種事情 老闆是金牛 大表姐是處女 他們大概都是會做這種事情的人 所以大表姐也會做這種事情 會啊之前我們去歐洲玩 他就是一樣出了一個表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是出門會做行程表的人嗎 他很久沒有出國 有沒有很懷念做行程表的日子呢 0 1 2 3 我們現在到 Zion National Park的Visitor Center 我在這邊看到很多辣妹還有一些講中文的阿姨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那些阿姨跟辣妹可以活下來 我就可以活下來吧 你都可以的好不好 你一定可以活下來的 結果她提醒我說因為這邊住宿有很多這種登記 一個晚上六百塊一個晚上四百塊 但我們是住在那種 我們是住在什麼你好 三十塊 欸五十塊五十塊現在比較貴 我是要住在帳篷裡面 所以那些阿姨應該都是家財萬貫 然後來這邊真的是純度假的 我就是來這邊真的是受苦受難 我們不是來度假我們是來磨練的 所以這些outdoor的人都會有一本這種 什麼National Park Fastball 你要看一下 你知道嗎?我真的不在乎 所以這才是你們要一直來新的地方的原因 就是為了蓋這個帳篷 現在要先來吃一個午餐 我們找到一家泰式料理 有可能會是我們這個trip最好吃的一餐 我是一個公主 為什麼會答應這個呢 因為她就是說你只要人到什麼都不用做 她一直就是跟我說你就在旁邊看我們setup就好 所以我就真的會這樣 行程又改了 我們現在要去爬一個trail 在這邊 然後現在大概是快要四點 已經有點涼了 但是這個trail聽說來回只要一個小時 所以應該還好 我還不用換上後外套 走! Here we go 整個穿錯石了 給大家看一下城市少女hiking的臉 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不喜歡戶外活動了 這裡超酷的 整個就是一個 我不會講 我真的很少 大自然的詞彙耶 一個石頭的下面 到了 爬到頂了 好可怕喔 你有拍還高嗎 隨著我的年齡增長 慢慢有 有大蜘蛛 很多毛的 我們發現一件好笑的事情 這邊突然往下看 全部都是瓜子殼耶 誰那麼美品在那邊刻瓜子 一看風景 帶瓜子上來也太聰明了吧 直接在那邊聊是非 然後這樣 讓你抓到旁邊那個王太太啊 真的是 又出軌了 你知道啦 每次走在這種很驚人的地貌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要花多少時間才變成這樣子 我們對這整片土地來講 就只是一個不到一秒的存在 我們就像是一隻 停在地球臉上的蚊子一樣 就可能讓牠癢癢了一下 很不舒服 但是全人類的存在 就是停在地球上的一堆蟲 然後在那邊蠕動蠕動 讓地球很不舒服的存在 滑完我們第一個trail 我們現在要去 campsite 好的我們現在到我們的 campsite 在這邊搭到我們的帳篷 然後剛剛跟我們說 今天因為木材沒有了 所以沒辦法升 camp fire 所以我想 我今天應該就會被 冷死吧 我們在火 你在火嗎 我不在意如果沒有水 我會不會讓這個發生 很冷 很冷 這邊是一個完全沒有收訊的地方 我已經更是外面斷訊很久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是幾度 但是體感溫度感覺是 十出頭吧 然後我們現在要搭帳篷 我就要在旁邊 一邊吃零食 一邊看牠們表演 現在這邊好像海拔很 很高我覺得呼吸很困難 一邊吃我平常不會吃的小熊丸糖 小熊丸糖是我的最喜歡吃的東西 可是我的理智都一直在控制它 但是今天我想說 哇 要來做這種不喜歡的事情 那就來吃喜歡的東西吧 所以我們今天的晚餐 因為牠剛剛沒有營火嘛 這個木頭就是 剛才我們到處去撿來的 現在聞起來很像燒精子的味道 不要看這麼浪漫 還是充滿了濃濃的台味 好像普度 水已經滾了 所以剛剛就是用那個東西 把水弄滾 然後倒進去 倒進去 就讓它攪一攪 好香喔 然後把它封起來 好像太空食物一樣 有點類似 然後就 等 各位我們這邊是完全沒有收尋 我們已經一整天沒有跟外面聯絡了 這樣也不錯啊 就是人生很少有機會可以這樣 跟外面失聯 可是還要持續失聯兩天 我覺得有點緊張 你這個都市的花朵 不是我都會擔心 如果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家裡突然出什麼事 或什麼那種急事 真的真的真的 你真的不要想這種事情 你有沒想過嗎 我當然想過啦 但是你想也沒有用 你懂我意思嗎 你就放鬆 我很試圖的在放鬆 可是我就是 很緊張 呼吸不太到 吃飯囉 吃飯囉 超冷的 我手超冰的 大家不要看我這樣 我就是一個阿嬤的身體 太熱我也不行 然後太冷 我就會手腳冰冷 跟一個老太婆一樣 然後現在太高 我也是有點喘不過氣 我就是一個貨真駕駛的公主 請問一下城市的公主 今天一天過了感想如何 我剛剛其實有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行程是 最後一天會回到Vegas 然後我Vegas 我們訂了一個非常好的飯店 就是想說 最後一天要給自己一些 一些療程 然後我剛剛就在想這件事 我就覺得 我好像真的很不喜歡 Outdoor的行程 就雖然 他們都已經跟我說 你人來就好 然後帳篷也都幫我搭 我們剛剛就在旁邊看 可是剛剛真的很冷 我就想說 我到底為什麼要在這邊 然後吹這個冷風 吃這個太空食物 就是人類是一個怎麼樣自虐的生物 你平常有這麼舒服的家 可以在那邊睡覺 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拉出來 然後花一大筆錢 買這些露營的用具 在這邊靠這個火取暖 因為真的很多人喜歡 所以我現在就真的很好奇 這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心態 我在出發前 有跟大家講說 我會來就是因為 我知道我一定會很討厭 可是我沒有來 我怎麼會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討厭呢 我就不能一直在那邊 假設說我會討厭 所以我就一直逃避這件事情 我就是要來試試看 因為我跟他很熟 就是我根本鬧脾氣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我現在也沒有生氣 我只是覺得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件事 這個本身 大家大包小包 然後很辛苦來到這邊 然後受苦受難的感覺 我真的是覺得 到底很必 你知道外面現在就是 接近零度 然後我們還在考慮說 等一下不要去洗澡 我真的是洗澡從這邊走回來 我大概就直接大感冒 我現在覺得還是算 然後明天的地方 又不能洗澡 所以我要到後天才能真的洗澡 Rish我也沒關係 我本來就是一個香噴噴的人 兩天不洗澡 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到頭來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喔沒關係啊 吃東西怎麼樣都沒關係 可是到頭來就覺得 到底why 到底why 留言處有其他城市中的公主 可以跟我站在同一個陣線嗎 現在是晚上8點43分 現在用手機照亮我的臉段 然後座位是完全全黑的 欸這邊星星超誇張的 往上看就是整片的那個銀河 然後我剛才看到流星 我看到流星 我馬上就許願說 希望這個camping之行 趕快結束 我們剛剛洗了個澡 我現在元氣整個回復 大概七八成油 不會發抖 也不會覺得穿過氣了 就好很多 那我們現在來煮 泡麵來吃 我覺得這是我 有史以來最破格的Vlog 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輩子會有一天 在黑暗中 就是在一個 Middle of nowhere 拿了相機 跟大家這樣講話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完全在就是 stress eating 就是一直在吃東西 就是壓力很大 所以我就一直 拿東西用嘴巴鬆 我已經快要吃完一整包 大包的小熊丸糖了 我來試吃囉 這是阿瑟乾麵 很好吃耶 原來阿瑟是這個味道 這要怎麼說 就是很 很傳統麵攤的那種 那種乾麵 真的很不會形容食物 好好吃喔 你要不要吃 我覺得明天會水腫到爆耶 因為這很熟 然後我們剛才吃這個 Korean BBQ的那個 洋芋片也超鹹的 我覺得明天起來 一定會直接就是 臉沒有線條 欸 沒關係 好 讚 早安 嗨 大家早安 聽說現在是 早上七點多 但我也不知道 因為 昨天太冷了 我今天早上起來 我整個手機跟手錶都沒有電 我們那個營區是沒有電的 唯一要充電的話 就是在側上用那個側窗 不然就是 要到這邊 我剛剛去上廁所的地方 才有插座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天色 我現在在這邊充我的手機 跟相機的電池 現在要隨便夾一件外套 就直接整個大亂窗 站在這邊 真的很冷 要說我昨天有沒有睡好呢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昨天大概 陸陸續續躺了一個多小時 才睡著吧 中間一直 每半身一次 就起來一次 因為真的太冷 然後我的臉跟脖子這邊 就是整個冰的 那個睡在太短了 我沒有辦法把我全身放進去 因為我還是活到了隔天早上了 今天是第二天 我再趁晚一天就可以走了 加油 跟自己喊話 給大家看一下我大漫穿的OOTD 現在換了一身的 塑西裝備 要去塑西 要去這邊最有名的 那個叫做Narrows 的一條Trail 塑西 看得到我臉上的興奮嗎 我們出來吧 對 其實比我想像中還好玩 這還蠻美麗的 認真的在碩士 那我們決定要回程了 今天下午要去騎馬 如果現在帶不回去 就來不及了 好深 好的 我們剛剛吃完午餐 現在要來騎馬 看到這邊 後面都是馬嗎 後面都是馬 我的媽叫做Copper Such a good boy 到我們第二天的Campside 今天住在國家公園裡面 現在在弄第二天的晚餐 剛剛已經跟他們說了 明天不管他們 早上要去做什麼 我都不參加 明天就要當一早的公主 公主要去喝咖啡 這麼好喝 現在是第三天的早上 在我的帳篷裡面 我今天睡超好的 今天完全沒有 昨天晚上那麼冷 然後很溫暖 覺得超舒服的 然後我們今天行程就是 要當公主嘛 然後他們早上去騎腳踏車 但是因為這邊車位很少 所以我們要很早就起床 現在大概是六點半 外面都還是黑的 天亮是七點多的事情 所以現在完全都是黑的 外面還是一整片星空 超級美 可是我相機拍不起來 大家可以去Google 一片星空的照片 就長那樣子 早上被我放鴿子的旅伴 騎腳踏車回來了 代表說 我們現在要開車回Vegas 就是說我的公主 落難機要結束了 我們接下來Vegas見 有看到我臉上雀躍的笑容嗎 我們在旅行 NOOOOO